老婆 我们刚才的 老板 刚刚在电器里面 我真的在念乒乓球 但是这下 我确实是解释不清了 昨天打乒乓球最后一球 应该选一个的 选球肯定就赢了 对 炫球 老板 老婆 老板 你千万别误会 我刚刚在这儿 念乒乓球呢 念这个炫球 一直在念这个动作 我没有误会 你就是在念乒乓球 行吗 我真的在念乒乓球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想拍老板娘的屁股 你真想 我没想 我真没想 我给人念乒乓球呢 老板娘就走进来了 我就想着我头来下午打那个球 我应该炫一下 就是这样炫 我没想到老板娘的屁股跟我隔得那么近 我就越想越兴奋 我就越想越兴奋 越想 你还兴奋起来了 对啊 不对 我是说我对乒乓球的兴奋 不是对老板娘的兴奋 好了 小明 我不想在公共场合当中我老婆的面 谈论她的 臀部 闭嘴 OK 好 老板 我不是那种人 不信的话 你随便找我以后再问 你干什么呀 你给我打什么暗号啊 我们俩认识了 他说我明天压根就不看美女 老板 老板娘 我跟他压根就不认识 是杜小明的老板娘上 那个我们真不认识 这个别误会 你们别多想 没事 我不在你们公司上班 进 老板 这个是那个策划案 放吧 老板 我看你手机该换了 这台苹果十四Pro Max送给你 今天刚送到的 那不给我们手机 老板 这个是我玩左下载游戏免费送的 厂商为了回馈粉丝 可以准备了不现代的苹果十四Pro Max 和华尔P50 Pro 完成任务开动给我家 不仅有手机还有五千五张 五千 你从我视频左下方进入链接 下载游戏 完成任务就能拟了 好 那我下一个试试 老板 早上的时候 那个哥们我就在电梯里面见过几回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看老板娘 嗯 你也知道的 我这个人平时不信女色 不信你看 我刷手机从来不刷美女的 不是我 那我 这这这这不是我刷的 不知道谁拿我手机刷的 不用吧 是 男人嘛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小子下回要注意点 这回呢 我就当这个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 行了吧 这次也没有发生啥啊 朱小明差不多行了 我都原谅你了 你还要怎么听 不是我什么都没做 老板实话实说吧 我是喜欢看美女 但是我是个胖子 我也喜欢胖的 她是身材干巴巴的 她不是我喜欢的那款 对对对对 老板娘 不是你想像那样的 你身材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有腰有屁股的 老板娘 我不喜欢 我真的不喜欢 老板娘这个身材 你很一般嘛 你很一般嘛 你给我解释 滚 不是说乒乓球吗 怎么说到身材了 这下把老板娘都给丢堆了 不行 我得解释清楚了 不然以后再给我做看怎么呆 老婆 哎呦 老婆 不要生气了吧 不是小明这个人 他就是个天心的 不过啊 他说的这个苹果是死的 麦克斯话真的比较了 挺好的这些 明天就不送到这里 走开滑滑手机的鱼 进入详细页 再登陆游戏活动页 完全无许天和手机一起来 来 再玩一下 我出去了 嗯 干脆 直接去跟老板娘解释吧 嫂子 刚才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其实 你身材挺好的 我是喜欢的 你说什么你 不不不 不是真的喜欢 不是那种喜欢 我只是单纯的从欣赏的角度出发 你知道吗 老板娘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真的喜欢 到了 你再说了 你快出去吧 不是我真的 啊 老婆 我刚才那边 老板 刚刚在电器里面 我真的在念皮包丑 但是这下 我确实是解释不清了 你 我真是 我真是 魔狗 走 长才来 你背这么大包我跟着吃 我怕有危险 这里头全是急救东西 咱们登个山 根本没有危险 没法呀 魔狗 魔狗 我说吧 带点急救的东西有用 什么用 一点用都没有 这都正常的 怎么事了 老婆 什么 什么 我说背个大包 里头装的急救的东西有用吗 叫啥啥啥也有用 我问你这种概率啊 基本上给我们买闪汤 你这暴力干什么 还有靠蛇动血腥呢 你看 都咬瘦了 你谁跟我带着出场季 不得救了 暴力 到底还背了什么 手术刀 潜烫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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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巴是个小子 啊 哎 有人吗 有没有人 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快救救我啊 有人吗 走不动了 我困在电梯里了 快来救我呀 哎 有没有人 你趴下啊 快趴上 你趴下啊 快趴上 啊 全趴下 不然你会死的 啊 这就对了吧 起来吧 那你快趴吧 啥 你啥意思啊 快趴啊 不然待会不救你啊 又灯死了 不是 有有那么严重啊 你快趴啊 不然我走了啊 爹 不是 你再点 我点干净 不是 还要点干净吗 行行 我看一眼 嗯 水 走走走走 哎 是你怎么又倒了 你真是个农包 我都不想救你了 哎 别啊 叫声爹 我就救你 啥 叫爹 不然我走了 爹 大声点 爹 救我呀 哎 儿子真乖 带什么 亲爱的 亲爱的 你能不能别等我自己跟我当保安吗 其实我当保安只是为了每天能见到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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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对我有意思吗 不是 你到底爱不爱我吗 你有毛病吗你 哎呀 你到底爱不爱我吗 爱 我也爱你 亲爱的 那你亲我一下 你别看我吧 快点嘛 你亲完我 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妈 不够甜 嗨 我把东西放过去了 我先挂了 哎 怎么死了啊 你怎么一直掉下啊 输了都怪你 真欠揍 你看我桌子全都坐了啊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要不要我出去 我我干死你啊 来啊来啊 你来那么多啊 别打我啊 他就会打嘴炮 哎呀 你还骂骂人士 哎呀 你还骂骂人士 他就会打你了 你去見了 那你说是什么 这下来就你找回来 你再想着什么 你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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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是来面试的 您先去会议室等一下,把面试官马上来 好的 您好,我是来面试的 先去会议室等一下,把面试官马上来 谢谢 哎,面试官不是在吗? 让我等什么? 哦,面试官来了 您好,我叫朱晓明 我叫萌萌 好 不问我问题吗? 我嘴都笑麻了 难道是要我主动面试? 要我主动说话? 考验我的社交能力? 哎呀,不行了,再不说话我脸要瘫了 只要我先介绍 您先说 您先说 不是,您先说 您先,您先 您先 您先 测试我的素质水平 这是面试第一关 扫把导致必须服啊 经典面试题 他终来干嘛 哦,是服从性测试 不管了,先服再说 下手的活就该下手干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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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来 我来 我来 完了 对不起,不好意思 这个面试官 也太好了 这个面试官也太好了 这一次敌不动我不动 还是要我先说 我还是先接着自我介绍一下吧 哇,不愧是大功夫啊 面试官都自我介绍 我是六点半大学中文系一八级毕业的 我主修的是汉语文学的 六点半大学中文系 我是六点半大学中文系一六级毕业的 师弟 师哥 果然壮大运了 既然是师哥 那我要赶紧搞好关系 太好了 遇到师弟 真是天然之我眼啊 一定要把我转 师哥 我就说怎么看您这么面熟 你以前是篮球队的吧 是是是 你也是吧 是啊 毕业的时候我就听说了 球队来了一个候生 老厉害了 听说你打篮球打得可好了 现在男球队还有您的传说呢 而且改天咱约上球 好好见识一下 可以啊 师哥 早就想见识一下您的球技了 师哥 听说过我 太感动了 难道他还是我的迷弟 那我不是问了 那师哥 我们接着接下来的流程 对 面试呢是吧 我这边希望薪资是 六千到八千 可是我想要的是八千到一万 只说得了 是这样这个六千到八千 确实不少了 但是呢 我希望给到八千到一万 哎 一般不都是压价吗 怎么还有提价的 肯定是照顾我 要不我再要高点 一万五可以吗 我就随口一说啊 您别当真 他真是我的迷弟啊 他们公司效益这么好吗 这怎么能不当真啊 这这个当然没问题了 再高点也行 他真的欣赏我 哎 那 两万可以吗 可以 哦 四四三万可以吗 没问题啊 那 四万考虑吗 嗯 四万考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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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自己忘了 那就这么定了 放走 四哥明天再入职了 明天四 当然可以就明天 就明天 那明天见 明天见 先走了四哥 好嘞 你马上去 爸 说说你可能不信 我找到了一个月薪五万的工作 不是 五万 这什么公司带得这么好啊 五万块钱一个月 我都想翘操去了 谢谢 哎呦 哎呦 这事意太鼓励了 这不行他成董事长了吗 直接起飞 起飞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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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红包 我姐那么不说了啊 不给红包不开门 我们要看看你的诚意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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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可以开门了吧 不开门 全部全部全部 全部都给你们 这下可以开门了吧 不行啊 我妈说了 你还要再补一个六万块的大红包 啊 九万 嗯 亲爱的别闹了快开门啊 没闹 我妈说了不给红包不开门 你这就有点得算进尘了啊 你信明今天这个货我不接啊 你还威胁我 不接就不接 好 我现在就给我钱给我打电话 想叫我的女孩子多了去了 了解啊 这个不同 冷静冷静 干嘛 之前是我错了 我现在想娶你 你愿意嫁给我妈 我嫁你买那个香蕉八色螺旋腿 我嫁给我也不会嫁给你 那你能先借我六万块钱吗 啊 亲爱的 我跟你开玩笑呢 快开门 演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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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玩笑 现在到家了 完了 看你是癞蛤蟆吞女狗 自作自首 跟你说 最老娘的男的可多了去了 我在乎你一个 看好了啊 喂 舅舅 喂摸个头 你愿意使我吗 我愿意 好 那你现在过来 要只六万块的红包 就你也只六万 你快拉到我 哎呀亲爱的 我也是跟你开玩笑的 什么钱不钱的吗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哈哈哈哈 我也只爱你一个 急事快到了 我们快走吧 嗯 见人家小小小 我觉得他俩尝不了 没有感情技术 绝对 你一个伴娘跟我走 好好好 记得关注再走哦